当第二天早上,哈利,荣恩和妙丽进入大厅准备用早餐的时候,他们第一个看到的东西就是拽个马芬,他好像跟一群人说着非常好笑的故事,当他们经过的时候,马芬做一个夸张的动作昏了过去,并且发出一声笑吼,别理他,妙丽在哈利的后面说,不用去理他,他不值得,嗨,伯特,潘奇帕金森尖叫住,他是个有着一张哈巴狗脸的屎来哲理女孩,伯特, 狂战士过来了,伯特,哦,哈利走进格拉芬多桌子的一个位子上,紧邻着乔治韦斯里,新的三年级课程表,乔治说着,把他传了过来,你刚刚发生什么事了,哈利,是马芬了,荣恩坐在乔治的另一边,指着驶来哲林桌子说,乔治立刻抬头往上看,他看到马芬在此假装恐怖昏倒,那个小鸡,他平静地说,昨晚狂战士在火车上停在我们那里的时候, 他可不是如此狂妄的,他躲到我们的包厢,是不是,佛列德,他几乎尿湿了裤子,佛列德轻蔑地看了马芬一眼说,我自己也不太快乐,乔治说,他们真是可怕的东西,那些狂战士,简直让人从心底发寒,不是吗? 佛列德说,但是你没有昏过去,不是吗?哈利用一种低沉的声音说着,忘记他吧,哈利,乔治爽快地说,爸爸还得再到鸭卡帮处一次拆,记得吗?佛列德? 而且他说那是他所去过最坏的地方了,他回来时候一直虚弱和战力,狂战士他们所到之处,快乐的气息都被吸走了,大部分的囚犯在那里都会发疯,无论如何,我们将会很高兴地看到马芬如何照料我们的第一个魁蒂奇比赛,佛列德说,葛来芬多对史莱哲林,是这一季的第一场比赛,记得吗? 哈利和马芬只有一次在魁蒂奇比赛里扛上,马芬明显地出了个大丑,哈利稍微地感觉到快活,自行取用香肠和油炸番茄,妙丽正在检查他的新的课程表。 好,好了,今天我们要开始上一些新的科目,他高兴地说,妙丽容领瞄了一眼他的课程表后说,他们把你的课程表搞错了,你看他们一天给你塞了十个左右的科目,时间根本就不够我能搞定的, 我全都跟麦教授一起修正过了,但是你看,荣恩笑着说,看到这天早上没有,九点钟占卜课,还有下面,九点钟麻瓜学习,以及荣恩拿过那张课程表怀疑地说,你看,接下来是数学,也是九点钟,我的意思是,我知道你很厉害,但是没有人能这么厉害,你怎么能同时上三门课的啊? 不用担心,妙丽简短地说,当然,我没办法同时上三门课,那么,把果酱拿给我,妙丽说,但是,啊,荣恩,你干嘛管我的课程满不满,妙丽奸生说道,我已经告诉过你,我都跟麦教授调整过了没多久,海哥出现在大厅,他穿住他的岩鼠皮长上衣,而且有点魂不守合地摇晃住他的大手里的一只死臭幼, 还好吧,他热切地说,愁愁住该不该往教园桌去,今天有我的第一堂课,对,就在午餐过后,从早上五点兴来,我就把所有的东西都准备好了,希望一切OK,我,身为一个老师,蛋白说,他咧开大嘴,露耻而笑,然后坐到教园桌去,停止摇晃那只死臭幼,真想知道他会给我们上什么课,荣恩说,他的声音中掩不住一股不安的讯息, 当许多人都去上他的第一堂课后,大厅逐渐变空了,荣恩查看了他的课程表,我们最后快点走,你看,占卜课的教室在北塔的最上面,从这里过去要花上十分钟,他们很快地结束了他们的早餐,跟弗烈德和乔治道再见,就向后走出大厅,当他们通过驶来折邻的桌子时,马芬又表演了一个昏倒的动作,哈利在大厅门口听到嘲笑声从后传来, 从城堡到北塔的路程非常的长,霍哥华兹前两年的课程都没有在城堡外面上,所以他们之前从未进去过北塔,从这里,走捷径,荣恩喘息住说,他们正爬着第七号长梯,同时他们对这里并不熟悉,这里除了一幅巨大的草原上一只熊被吊死在石墙上的咒相外,没有其他的东西,我想应该走这条路,妙利说他凝视着正面的通道, 那里不能到,荣恩说那是到南边的,你看,可以从窗户往外看到湖的一部分哈利看住那幅画,一个胖胖的,有灰色斑点的小马漫步在草原上,悠悠闲闲地吃着草,哈利知道霍哥华兹的画像主题都会离开画框到处穿蚊子,但是他通常看得到他们,下一瞬间,一个矮矮胖胖的骑士穿住一套住甲,强强朗朗地出现在图画上的小马后面, 仔细一看他的金属护膝被青草沾污了,使他看起美中不足,他叫喊住,看住哈利,荣恩和妙利,侵入我私人的领域是何等丑恶的罪行啊,你们轻蔑我的责任,偶然,抽签决定的,你这个恶棍,你这只小狗。 当小骑士从他的翘中用力拔出他的剑并且开始挥动,他们惊异地看住他愤怒地上上下下地用单脚猛跳,但是呢把剑对他来说实在太长了,一个太过粗野的摇摆使他站立不稳,他的脸就一头栽进草地里,你还好吧,哈利移动到比较靠近图画的地方说, 回来,你就只会下流地吹牛,给我回来,你这个骗子。 骑士再一次抓紧他的剑并且用后退地把它举向上,但是刀锋的排血槽深深地看入草地里,虽然他用尽吃奶的力气了,但是他还是不能把它拔起来。 最后他怦然地倒在背后的草地之上,推上他的面颊擦了擦满是汗水的面颊。 停好,哈利站着骑士休息的时候说,我们正在寻找北方高塔,你知不知道路呢? 寻找,骑士的愤怒像是立刻消失了,他的脚发出铿锵声呼喊着,跟我来,亲爱的朋友,我们将发现我们的目标。 否则胡法勇敢地猛攻并毁灭他,他再次用力拔了一下他的剑,尝试失败后就哭着骑上那匹肥肥的小马。 走吧,好心的先生小姐,跟我走,跟我走。 他跑住,盔甲发出高昂的铿锵声,进入画框的左边部分消失,他们跟着他盔甲的声音严重走廊急奔。 偶尔他们会看到他穿过另一幅画继续向前跑,即使有强壮的信,困境仍将到访,骑士大喊。 接着他们在一群惊慌的女人衬裙里看到他再度出现那幅画挂在狭窄的螺旋梯的墙壁上。 哈利,荣恩和妙丽大声喘息住攀登那几密的螺旋阶梯,感到越来越晕眩了,直到最后他们在上方听到小小的声音,才发现他们终于到达教室了。 再见了,骑士哭泣着一头钻进一幅看起来不怎么吉祥的修道士的画像之内。 再见了,我偏手知足的同志,如果你需要一颗高贵的鑫和钢铁般的肌肉,请找卡多刚骑士。 是的,我们会再来找你的,当骑士消失时,荣恩喃喃自语。 如果我们有人发疯的话,他们攀上最后几个台阶后,一个小小的楼梯间出现了。 在大部分的课程都被集中在一起,没有一门放到这个楼梯间,荣恩用手肘轻轻推了哈利一下,并且指着天花板。 那上面有一个圆形的地板门,还有一个黄铜的匾额。 塞比尔特罗尼占卜教师,哈利读住,我想应该就是这里了吧。 好像是在回答他的询问似的,地板门突然打开,而且一个银色的阶梯降在哈利的脚边,每个人都静了下来。 我拍你后面,荣恩笑了笑说,所以哈利率先登上楼梯,他进入一间看起来相当奇特的教室,看了看四周。 事实上,他看起来一点也不像一间教室,比较像是某人的阁楼或一家旧式的茶行。 只有不到二十张的圆形桌,塞满了他的里面,全被印花棉布小椅垫的扶手艺包围,每件东西都在微暗中发亮,发出深红色的光芒。 窗户上的那些窗帘杖全部是拉上的,而且许多的灯覆盖着暗红色的布脸。 火焰在壁炉中熊熊地燃烧,令人感到有点闷热。 一个正在加热的大桶茶壶发出令人不舒服的香味。 在绕着圆形墙壁周围的架子上面有许多布满灰尘的羽毛,断掉的蜡烛,和许多套破烂游戏牌,数不清的饮水晶的球,和一大堆茶杯排列在一起。 当哈利巡视着教室的周围时,荣恩在哈利的肩膀后面出现,跟他轻声细话。 他在哪里? 荣恩说,一种声音从一个影像突然的出现,一种柔软的像雾般的声音。 欢迎啊,他说,非常荣幸在最终最真实的世界中见到你哈利的第一个印象,觉得那是个巨大的,五彩缤纷的昆虫。 特罗尼教授走进入火光之内,他们看见他时,觉得他是非常瘦的。 他的大眼睛让他的眼眼看起好像放大了好几倍,而且他被一条薄纱般金光闪烁的披肩包覆住,数不清的串珠项链掉在他纺锤形的脖子周围,而且他的手臂和手腕都戴着手镯并且叮叮当当的坐下,坐下来,我的孩子。 坐下来,他说,他们都笨手笨脚的爬进扶手椅上的椅垫。 哈利,荣文和庙里他们围着同一张圆桌坐住,欢迎来到占卜客特罗尼教授坐在火炉前的一把友谊副手椅上说, 我的名字是特罗尼教授,你可能以前不曾看过我,我发现太长落入那纷纷扰扰的学校主塔,会遮蔽我的心眼没有任何人回应这个奇怪的宣言。 特罗尼教授细致优雅地再度拉起他的披肩继续说,既然你已经选择学习占卜所有魔法中最困难的艺术, 我必须事先警告你,如果你没有看透未来的视野,那么我能教你的只有很小很小的部分,也就是在书本课集的领域内带领你。 听了这些话,哈利和荣恩两人对看了一眼,不禁怒耻而笑,对妙力而言,这个死K书却不能对这个科目有多大帮助的消息, 应该会让他感到震惊,许多魔法人和巫师,虽然他们的才能在其他领域里有着出类拔萃的成就, 但是仍然不能穿透那披着神秘面纱的未来特罗尼教授继续住,他巨大眼睛,闪烁着令人神经紧张的光芒在每个人的脸上一动住, 你得到了一个稀有的礼物,孩子,他突然对奈威说话,奈威几乎从他的椅垫上掉下来,你的祖母还好吗? 我想是的,奈威发住抖地说,如果我是你,我不会如此确信,亲爱的特罗尼教授说, 他长长的翡翠耳环,随着火光闪耀,乃威吞了一口口水,特罗尼教授平静地继续, 我们今年将会学习基本的占卜法,第一课将学会读取茶叶, 下一课我们将会进展到首相树,顺带一提,亲爱的他的眼光突然地射向巴蒂帕提, 你得要小心,一个红色头发的男人巴蒂震惊地看了荣恩一眼,荣恩在他椅子的右后方边缘, 到了夏天的时候,特罗尼教授继续,我们将进展到水晶球, 如果我们能够活速地完成其他部分,但是不幸的, 二月的时候,我们班上将被感冒的污秽所侵袭, 我自己也会失声,而在复活节之前, 我们之间的其中一个将会永远地留下我们伴随这个宣言的是一阵非常紧张的沉默, 但是特罗尼教授好像不知道,我好惊奇,亲爱的, 他说到拉芬德布朗,他色缩地退回他的椅子中, 你可以帮我把那个最大的银茶壶拿给我吗? 拉芬德松了一口气,站起来把架子上的一个巨大茶壶拿起来, 而且放到特罗尼教授的桌子上,谢谢你,亲爱的, 附带一提,你所恐惧的那件事, 他会在十月十六日星期五发生,拉芬德战里, 现在我要你们两个人分成一组, 从架子上拿一个茶杯到我这里,我会把它装满, 然后你们就坐下来喝它,把茶水喝完只剩下那些渣子, 用左手冲洗杯子的周围三次, 接着把杯子倒放在他的茶碟上, 等到剩下的茶汁排出之后, 再把你的杯子拿给你的搭档戒毒, 你可以使用拨开云雾兼未来第六页的范例, 我会在你们之间移动,教导并且帮助你们, 哦,亲爱的,他抓着那位的手臂, 让他站起来,当在你打破你的第一个杯子之后, 你觉得选一个蓝色花样的比较好吗? 我宁可选粉红色的响也当然, 那位赶住到架子上拿茶杯时, 就传来打破瓷器的清脆金属声, 特罗尼教授拿着一个破剂和刷子帮他清扫完毕后说, 其中一个蓝色的, 然后,亲爱的,希望你不介意, 谢谢你, 当哈利和荣恩把他们的茶杯被装满后, 他们很快地回去他们的桌子, 而且试着喝主飞的茶, 他们按照特罗尼教授教的清洗茶杯的周围, 然后排出剩余的茶水留下渣子, 彼此交换, 很好, 他们俩都把书本打开到第六页, 荣恩说,你看我的怎么样, 一团湿透的褐色废物, 哈利说, 房间里的烟散发出沉重的香气, 使他觉得想睡觉而且脑筋打劫, 解放你的思想, 亲爱的, 而且允许你的眼睛超越现实的去看, 特罗尼教授带着忧郁的哭声说道, 哈利是这振作起来, 对, 你的是一个弯曲的十字架, 他研究着拨开云雾剑位来, 所以跟你有关的是审判和苦楚, 我很抱歉, 但是有一件事可能是跟太阳有关, 等等, 那表示巨大的快乐, 所以你将会受罚但是非常快乐, 如果你问我, 我会说你需要去保健室检查你的心眼, 荣恩说, 而他们俩都哮喘不过气来, 直到特罗尼教授死瞪住他们, 换我了, 荣恩凝视着哈利的茶杯, 他努力的让额头都皱了起来, 这小块像是滚脚帽, 他说也许你以后会到魔法部工作, 他把茶杯转向另一个方向, 但是从这边, 看起来他比较像个像石, 那是什么, 他寻找他的拨开云雾看, 吹落的果实, 意料之外的黄金太棒了, 你能借我一些吗, 而且这里还有, 他再一次旋转杯子, 这看起来像一只动物, 是的, 如果那是他的头, 他看起来像一只河马, 不, 一只痒, 当哈利忍不住笑了出来时, 特罗尼教授走到附近, 让我看看, 亲爱的他责难式的对荣恩说, 一把抢过哈利的杯子, 每个人都安静的看, 特罗尼教授注视着茶杯里面, 将他反时针方向旋转, 李英, 亲爱的, 你有一个致命的天敌, 这谁都知道啊, 妙力大声的说悄悄话, 特罗尼教授注视着他, 很好, 他们都知道, 妙力说, 每个人都知道哈利和那个人的关系, 哈利和荣恩用一种混合着惊恶和赞赏眼光注视着他, 他们以前从来没有听过妙力像这样对一位教师说话, 特罗尼教授选择不回他, 他再一次降下哈利的杯子, 用他巨大的眼睛看住, 并且继续旋转他, 没话, 象征攻击, 亲爱的, 亲爱的, 这不是一个让人快乐的杯子, 我想那是一个玩滚球的人帽子容温羞怯的说, 头盖骨, 你的前途充满了危险, 亲爱的, 每个人正在注视, 死瞪着特罗尼教授, 特罗尼教授最后把杯子再转了一个弯, 突然他大声喘气, 然后尖声大叫, 同时还有另外一个有打破瓷器的清脆金属印, 奈威又打破了他的第二的杯子, 特罗尼教授跌落一把空的扶手以内, 他闪闪发光手扶在他心口上, 而且他的眼睛是闭上的, 亲爱的孩子, 我可怜的孩子, 不, 他无法言喻, 不, 别问我, 他是什么, 教授, 丁汤姆斯立刻说, 每个人都移动他们的脚, 慢慢地挤到哈利和荣恩的桌子附近, 紧邻着特罗尼教授的椅子, 想找一个好的角度看哈利的杯子, 亲爱的, 特罗尼教授的大眼睛戏剧地打开, 那是一个格莱姆, 是吗, 哈利说, 他不是唯一不了解的人, 丁汤姆斯耸了耸肩, 而拉芬德布朗子满脸困惑, 但是几乎每个人都惊恐地用手, 捂住他们的嘴, 格莱姆, 亲爱的是格莱姆, 特罗尼教授哭喊住, 他激动地看住哈利还没有了解, 巨人, 妖犬尝到目的, 我亲爱的孩子, 它是一个预兆, 最坏的预兆, 死亡的预兆, 哈利的胃突然一阵收缩, 华丽语屋痕那本死亡的预兆封面上的那只狗, 木兰心悦那里的狗影像, 拉芬德布朗用手捂住他的嘴, 每个人都看住哈利, 除了妙丽, 他站起来走到特罗尼教授的椅子后面, 我不认为他像个格莱姆, 他平淡地说, 特罗尼教授贤物的神是妙丽, 你要原谅我这么说, 亲爱的, 但是我感觉你的周围, 对于未来的共鸣感受性, 非常小西莫斐尼干从旁边偏住他的头看, 如果你这么看, 他看起来就跟格莱姆一样, 他眯住眼睛说, 但是从这个角度看, 就比较像一头驴子, 他倾斜到左边说, 你们是不是已经决定好我要不要死啊, 哈利拿他自己开玩笑, 但是现在没人理他, 我想我们今天就在这里下课, 特罗尼教授又用他那种模糊的声音说, 是的, 请带着你的东西离开, 班上的同学默默地将他们的茶杯送还给特罗尼教授, 拿起他们的书, 并且关上他们的袋子, 容恩甚至避免看哈利的眼睛, 直到我们再一次相遇, 特罗尼教授微弱地说, 无穷的财富是属于你的, 哦, 亲爱的, 他指着那威, 下次你将会迟到, 因为你介意你额外增加的困难工作, 哈利, 容恩和妙丽沉默地走下特罗尼教授的楼梯, 然后往麦教授的变形客出发, 两个教室的距离相当地远, 以至于他们虽然很早就离开占卜教室, 却也只是刚好来得及赶上而已, 哈利选择了一个教室右后方的位子, 感觉好像他坐在一个非常明亮的照明灯底下, 班上其他的人继续私下地注视他, 好像他随时都会死, 他刚刚听了麦教授正在告诉他们, 关于变兽人能够任意转变成动物的巫师的事, 甚至没注意到他把他的眼睛周围变成一只虎般猫的眼睛, 说真的, 你们今天是怎么了? 麦教授说, 轻轻地把自己变回来, 注视着所有的学生, 虽然这没什么大不了的, 但是这是我第一次, 我的变形课不得到一个班级的掌声, 所有的人转头向哈利再看了一眼, 但是没有人说话, 然后妙力举起他的手, 对不起, 教授, 我们刚刚上了我们的第一堂占卜课, 而且我们学习解读那些茶叶, 呵, 啊, 当然, 麦教授说, 突然地皱眉头, 你不用再说了, 格兰杰小姐, 告诉我, 你是不是今年就会死, 每个人都在注视他, 是我哈利说, 在最后一刻, 我就知道, 麦教授用他又圆又小, 精亮如珠的眼睛看住哈利说, 那么你应该知道, 伯特, 从他到这所学校以后, 塞比尔特罗尼每年都会预知一个学生死亡, 但是他们根本没有人死亡, 看见死亡预照是他迎接一个新班级的方式, 同时也是他最喜爱的, 我不是在说我的同事的坏话, 麦教授突然停了下来, 他们看到他的鼻孔喷出白烟, 他用比较平静的语气继续说, 占卜是魔法之中最不严谨的一个分支, 我不会言我对他没什么耐性, 真正的预言者是非常稀罕的, 而特罗尼教授, 他再一次停止, 然后说, 在一个非常认真的音调说, 我看你在健康方面没什么问题, 伯特, 所以你今天不把你的家庭作业交出来, 你就会对不起我, 我保证你如果你死了, 你就不需要去把他完成庙里笑了出来, 哈利感到比较轻松了, 在特罗尼教授的教室那种使人昏迷的香味和暗红色的灯光下, 感觉茶叶的形状根本不可靠, 然而不是每个人都这么认为, 荣恩看起来仍然有些焦虑, 而且拉芬德私底下说, 但是奈威的杯子又怎么说, 当变形课上完了以后, 他们冲向大厅吃午餐, 荣恩高兴点, 妙利说向他推过炖汤的盘子, 你听到麦教授所说的, 荣恩用汤匙把炖汤掏到碟子上, 并且拿起他的叉子, 但是没有开始吃, 哈利他用一种低沉严肃的声音说, 你说过你在那里看到一只黑色的大狗, 是吗? 是的, 哈利说, 在我从德斯里家跑出来的那个晚上, 荣恩发出一个卡搭声, 他的叉子掉了下来, 或许那是只迷路的狗妙利平静地说, 荣恩看住妙利, 好像他不太对劲, 妙利如果哈利看到一只葛莱姆, 那是很坏的预兆, 他说我的, 我的叔父比尔斯也看过一只, 而他二十四小时之后就死了, 巧合妙利轻轻地说, 替他自己倒了一些南瓜来, 你不知道你在说什么, 荣恩很生气地说, 葛莱姆会让绝大多数的巫师在大白天下得发抖, 这就是你要说的, 那么妙利高声地说, 他们是葛莱姆为死亡和恐怖的象征, 葛莱姆不是一个预兆, 他是死亡的因素, 而哈利却在一旁静静地看着我们, 因为他不顾愚蠢地能够看到以及理解他, 对了, 我可以展示比较好的证据, 荣恩沉默地看住妙利, 妙利打开他的袋子, 拿出他的新占卜学书, 把他翻开靠着果汁品, 我认为占卜学看起非常模拟两可, 他翻着他的书页说, 如果你问我的话, 我认为这里面有太多的一侧, 但是杯子里的葛莱姆可不是什么模拟两可的东西, 荣恩激动地说, 你第一次看的时候, 不是相当有自信地告诉哈利, 他是一只羊妙利冷然说, 特罗尼教授说, 你没有看见真实的气质, 你对于你无法掌握的事情, 都认为他是废物, 他已经有点精神失常了, 妙利猛然合上他的占卜学书, 以至于桌子上的一些肉和胡萝卜四处飞溅, 如果在占卜课的时候, 我必须假装在茶叶渣看到死亡的预兆, 才算好的话, 我不确信我能学多久, 那堂课跟我以前上过的占卜课比起来, 绝对是废物, 他举起他的袋子, 悄悄地离开, 荣恩在他后面皱着眉头, 他在说什么, 他对哈利说话, 他以前又没有上过任何一堂占卜课, 哈利在午餐之后很高兴地走出城堡, 昨天的雨把一切都清洁了, 天空现在非常明朗, 栅栏是灰色的, 在脚底下的草地是潮湿而且有弹性的, 下午他们的第一堂课就是应注意的魔法事物, 荣恩和妙丽彼此都不说话, 当他们沿着石滑的草地到禁止进入的森林边缘上, 海格小屋时, 哈利一声不吭地走在他们, 直到他们看到熟悉的背影, 时时来哲林三人组也跟他们一起上这个课程, 马分正兴高采烈地跟克拉和高尔说话, 克拉和高尔也在咯咯地笑, 哈利很了解他们在讲什么屁话, 海格正在他的小屋门前等候他的学生, 他穿住他的岩鼠皮外套站住, 巨大的猎拳牙牙跟在他的脚后, 看起来有点不耐烦了, 来吧, 现在大门跟我来, 他呼叫住靠过来的学生们, 今天我们要去探讨真实的面貌, 伟大的一堂课就要开始了, 每个人都到了吧, 很好, 跟我走吧, 基于一段不愉快的回忆, 哈利认为海格想把他们带到森林里面, 哈利在那里曾经发生过他一生中极为惨痛的惊艳, 然而, 海格只在树林的边缘慢慢走, 五分钟之后, 他们发现自己处于一个小围场的外面, 那里什么东西也没有, 大家靠过来到围墙这里围成圆圈, 他呼叫着, 这是为了让你们每个人都能看清楚, 现在, 里面第一件要做的事情, 就是打开里面的书, 怎么打开啊, 那个冷冰冰懒洋洋的声音, 就是拽个马粪在说话, 唉, 海格说, 我们要怎样打开我们的书, 马粪重复, 他拿出他的本身就是怪物的怪物术, 他的书上用粗绳子绑得紧紧的, 其他的人也把他们的拿出来, 有些人跟哈利一样, 用竖带把他们的书绑住, 其他的人有的把他们塞在一个紧紧袋子里, 或者用老虎牵索紧他们, 有妹, 有妹有人可以大, 大开他们的书, 海格看起来垂头丧气的说, 所有的学生都摇了摇他们的头, 里面只要这样捧海格说的, 这好像是世界上最明显的事, 看, 他拉开妙离那本书上的竖带并且打开它, 那本书马上想要人, 但是海格用他巨大的食指压在书背的中央, 那本书虽然抖个不停, 最后也只能放弃的在他手里保持安静, 哦, 我们真是一群笨蛋, 麻烦嘲笑, 我们应该轻轻的抚摸他们, 为什么我们没有想到, 我, 我想他们觉得很好笑海格不确定的对妙离说, 哦, 这真是超特大号的好笑, 麻烦说, 真是太高竿了, 叫我们用一本老是想撕烂我们手的书, 闭上你的嘴, 麻烦哈利静静的说, 海格看起来相当气馁, 而哈利想要让海格的第一堂课圆满成功, 好的, 然后, 海格好像已经丧失了自信说, 如此, 所以里面已经拿出里面的书, 辣, 辣嘛, 现在里面要开始学魔法事物, 是的, 所以我将带你们过去, 走吧, 他大跨步带着他们进入森林里的另一处, 天啊, 那地方有一群野狗爱, 麻烦高声的说, 这叫的是那门子的笨蛋课程啊, 我告诉我爸爸的时候, 他还叫我适当的, 立上你的嘴, 麻烦哈利重复的说, 小心啊, 伯特, 你后面有一个狂战士, 哦, 拉芬德布朗发出尖锐的叫声, 指着正前方的围长, 他们快步向前走了几十步, 那里有个哈利所见过最奇怪的动物, 他们有马的身体, 后腿和尾巴, 但是前半步像是巨大的老鹰的前爪, 翅膀, 头部上有凶残的, 坚硬如钢的鸟嘴, 以及橙色的明亮大眼, 他们的前腿上的爪子足足有半尺长, 看起来被他抓到一下都得到另一个世界去报道, 每一只怪兽都有一条厚厚的皮带绑在他的脖子上约束住他们, 另外在他的脖子上附有一条长链子, 而末端全部都被海格大手压抑位, 他慢慢也跑进围场, 站在那些怪兽的后面, 向前面又转, 到那里去, 他摇动着那些链子, 驱使着那些怪兽走向学生站住的围墙那边, 当海格拉着他们锁链到达围墙边时, 每个人都微微地向后退, 一驻, 使来哲林的学生也就算了, 格莱芬多的标志就是格莱芬狮一种英手狮身的幻想中的动物, 欧洲好像有个著名的城市, 好像是威尼斯, 也是用它做示范的, 比较起来, 马应该比狮子好亲近一点吧, 看来格莱芬多学院, 在哈利入学之前连续好几年都拿不到学院冠军, 不是没道理的, 连自己的院会都怕, 格莱芬马, 海格高兴地对他们挥动一只手, 吼叫着, 他们很漂亮, 不是吗, 哈利能够了解海格的意思, 一旦你从第一次看到那些半马半鸟的怪兽的震惊中复原后, 你就会开始欣赏格莱芬马闪烁的外表, 从羽毛到毛发平滑地转换, 它们每一只的颜色都不同, 有暴风雨般的灰色, 有青铜色的, 还有略带桃色的青菊花色的, 闪烁绿色, 以及沉静如墨的黑色, 所以海格摩擦他的手, 对住周围说, 如果里面不害怕的话, 可以靠近一点来看, 没有人想要靠过去看, 然而哈利, 隆温和妙力慎重地接近围墙, 现在, 里面第一件要知道的东西, 就是格莱芬马是一种骄傲的生物, 海格说, 别对他傲慢无礼, 如果轻易得罪了格莱芬马, 那就是里面在这个世界上所做的最后一件事, 马粪, 克拉和高尔根本没在听, 他们正在低声地讲话, 而哈利感觉到他们打算进行一项无悔的阴谋, 他们正在计划如何破坏这堂课, 里面授先走到格莱芬马的前面, 海格继续, 他是很讲求礼貌的, 看见没, 里面走向他, 先鞠个躬, 然后里面再等一下下, 如果他也跟你鞠躬并且往后退, 就表示允许里面碰他, 如果他铺鞠躬, 那么离他尖锐的爪子远一点, 因为那些爪子会伤害里很好, 谁要挡第一个, 大部分学生的答案就是向后离得远远的, 甚至哈利, 荣恩和妙礼也有所迟疑, 格莱芬马正在甩着他们凶猛的头, 并且弯曲他们有力的翅膀, 他们看起来不像是喜欢被拴住的, 没有人吗, 海格祈求地看了一眼说, 过来哈利说, 他的后面立刻传一阵急促的呼吸声, 拉芬德和巴蒂轻声地惊呼, 哦, 不要, 哈利记得你的茶叶, 哈利不理他们, 他攀过围场的围墙, 好小子, 哈利, 海格吼叫住, 对, 然后, 让我们看看, 离怎么操纵巴克比克, 他解开其中一条铁链, 推出一匹灰色的格莱芬马, 并且取下他的皮带, 在围场另一边的学生们都屏住他们的呼吸, 麻烦地满怀恶意地眯上眼睛, 简单吧, 现在, 哈利, 海格安静地说, 里面的眼睛要叮嘱他, 现在试着扑要眨眼, 如果里面眨眼太多次, 格莱芬马九扑会信赖里面, 哈利的眼睛已经开始要流出眼泪了, 但是他没有闭上眼睛, 巴克比克开始转动他有大右肩的头, 而且他的橘色眼睛正用一种凶猛的眼光注视着哈利, 就死现在, 海格说, 就死现在, 哈利, 现在, 鞠躬哈利不太喜欢把他的脖子背面暴露给巴克比克, 但是当他告诉自己, 他一定要坐, 他短短地攻下身子, 然后看住他, 格莱芬马仍然傲慢地注视着他, 他没有移动, 啊, 海格担忧地挨鸣, 好吧, 向后离去, 现在, 哈利, 轻松地坐, 但是接下来, 哈利有了个巨大的惊奇, 格莱芬马突然地弯下他满步鳞片的前置, 并且低下身子, 毫无疑问地是在鞠躬, 好的坐, 哈利, 海格狂喜地说, 对, 你现在能碰他了, 轻拍他的鸟嘴, 继续, 当你原以为失去了, 却又在祸得时, 这种感觉是最棒的了, 哈利向格莱芬马慢慢地移动过去, 他轻拍那些鸟嘴好几次, 而格莱芬马懒洋洋地闭上他的眼睛, 好像很享受, 所有的学生都盼命的鼓掌, 除了马粪, 克拉和鲍尔之外, 他们表现出深深的失望, 很好, 然后, 哈利, 海格说, 我认为他可能会让李骑他, 这比哈利想要的更多, 他骑扫帚是很有两下, 但是他不确定骑格莱芬马也是一样的, 李爬上那里, 九十翅膀连接处的后面, 海格说, 且李不要想拉他的任何地方的羽毛, 他不喜欢那样, 哈利把他的脚放在巴克比克的翅膀顶端, 努力地让自己不再向后退, 巴克比克站起来, 哈利不知道要抓那里, 他伸手可及的地方都布满了羽毛, 继续, 然后, 海格吼叫住, 拍了一下格莱芬马的屁股, 没有丝毫预警, 哈利两边的十二只翅膀啪啪地打开, 在他身高之前, 他勉强抱住格莱芬的脖子周围, 他并不像一只扫帚, 哈利知道他比较喜欢那个, 格莱芬马的翅膀不住地拍打到他, 让他很不舒服, 因为他感到好像要被丢出去了, 所以他的脚夹得紧紧的, 那些平滑的羽毛在他的手指之下滑走, 而且他没有办法获得一个比较可靠的助力点, 比起他的光轮两肩的平稳动作, 他现在感到他自己在格莱芬马玫瑰色的后腿及臀部前后摇晃, 而且快要从翅膀上摔下去了, 巴克比克飞到围场的边缘, 然后抬头向后回到地面, 这时哈利已经不太害怕了, 当他降低高度之时, 他平稳地依靠在他的脖子后面, 感觉到他将要滑到鸟嘴之上, 然后当四肢不同类型的脚踏在地面上时, 他感到一个审重的抨击, 他再一次试着把自己推上去作证, 干得好, 哈利, 海格后教主, 除了马芬, 克拉和高尔以外, 每个人都在帮他加油, 好, 下一个换谁去, 被哈利的成功激励了大家, 搬上其他的学生慎重地攀入围场, 海格在他们来到之前一一释放格莱芬马, 很快地每个人都在围场上正经八百的鞠躬, 那位重复地向后地跑, 他那一只好像不想弯曲他的膝盖, 荣恩和妙里在栗子色的那只练席, 哈利则在一旁看大戏, 马芬, 克拉和高尔试着接管巴克比克, 他对住马芬弯腰, 马芬正在轻拍他的鸟嘴, 但是看起来很轻蔑, 这是非常容易的, 马芬懒洋洋地说, 大声地像是要让哈利听到, 我知道这是个定理, 如果波特能做到, 我打赌你是一点也不危险的, 不是吗? 他对格莱芬马说话, 不是吗? 你这个巨大的丑八怪, 他钢铁般的爪子, 闪光般地挥了出去, 马芬发出一声高坑的尖叫, 下一瞬间, 海格抓住巴克比克的颈环, 把他摔到后面去, 在前军一发之际救了马芬, 马芬滚倒在草地上, 他的宽松长袍上雪花似箭, 我快要死了, 马芬叫喊住, 造成班上的恐慌, 我要死了, 看清楚, 是他杀我的, 你不会死的, 海格脸色苍白地说, 谁来帮助我, 我要把他送出炸里, 当海格轻轻松松地举起马芬时, 妙力跑去把闸门打开, 当他们经过之时, 哈利看到了马芬的手臂上, 有一道长长的, 而且很深的伤口, 血水飞溅到草地上, 而海格抱着摊向城堡的方向跑去, 非常的震惊, 应注意的魔法事物般上的人, 跟在后面慢慢走回去, 时来折邻的人全部都在骂着海格, 他们应该立刻开除他, 潘斯破金森一边说一边哭, 那是麻烦自己的错, 丁堂姆斯喊叫着, 克拉和高尔胁迫地弯曲他们的肌肉, 他们一起登上石头阶梯, 进入废弃的入口大厅, 如果他没事, 我要看到他, 潘斯说, 他们全都看着他奔上大理石的楼梯, 时来折邻的学生们, 低声地讨论住海格的事, 他们经过地牢, 往自己的房间离去, 哈利, 荣恩和妙丽往上走向格莱芬多塔, 你认为他会不会有问题? 妙丽紧张地说, 他当然不会有事, 庞瑞女士只要一秒就能医好所有的伤口, 哈利说, 那位魔法护士医过比这个更坏的伤口, 在海格的第一堂课, 这可是发生了一件非常糟糕的事, 不是吗? 荣恩看起来很焦虑地说, 相信麻烦会把事情搞得更糟, 晚餐时间他们是第一个抵达大厅的, 原本想要看到海格, 但是他没有在那里, 他们不会开除他吧, 妙丽忧虑地说, 他们没有碰他的牛排和肉动, 他们最好不会, 荣恩说荣恩也没有吃, 哈利看住史来折邻桌子, 以克拉和高尔为中心, 挤成了一个大团体, 偷偷地谈论住, 哈利却信他们用他们自己的版本, 正在加油添醋地调理麻烦伤害事件, 很好, 你不能说他不是一个有趣的第一天, 荣恩抑郁地说, 晚餐过后, 他们去到拥挤的葛莱芬多交易厅, 试着做麦教授开给他们的家庭作业, 但是他们三个都不时地往塔的窗户外面看过去, 海格的窗户还有光, 哈利突然地说, 荣恩看住他的手表, 如果我们快一点, 我们还可以跟他见面, 现在还相当早的, 我不这么认为妙离漫漫地说, 哈利瞪了他一眼, 我可以到那边去, 他尖叫住说, 只要狂战士在这里, 天狼星就不敢来, 不是吗, 因此他们放下他们的东西, 从肖像孔离开, 幸运的是, 在到达前门的途中, 他们都没有遇到任何人, 因为他们不完全确信他们可以到外面, 草仍然湿的, 而且在微幕中看起来几乎是黑色的, 当他们到达海格的小屋时, 他们敲了敲门, 一种狂怒的声音回答, 进来海格卷起他的衬衣, 正用力擦在他的木质桌子, 他那只猎野猪的大猎狗, 牙牙, 把他的头靠在海格的膝盖里, 一眼就看得出海格曾经喝了很多酒, 在他的面前有一个大的, 几乎像童子的洋芝啤酒杯, 而且他看他们的时候, 似乎很难对准焦点, 我绝对打破了记录, 当他认出他们时, 他沮丧地说, 以前绝对没有一位教师, 只交了一天的记录, 你还没有被开除, 海格妙丽气喘吁吁地说, 不尽然, 海格非常沮丧地说, 再倒了一大堆的不明液体, 倒他的大啤酒杯中, 只要发生了一件扑该发生的事, 麻烦后来, 他还好吗, 当他们全部坐下时, 荣恩说, 伤口不严重, 是吧, 庞瑞女士最好能够医好他, 海格顿地说, 但是他一直不停地大喊痛苦, 伤口覆盖着绷带, 他一直在神吟, 他根本是装的, 哈利立刻说, 庞瑞女士能看穿他的把戏, 他去年还让我一半的骨头重新生长, 麻烦的信用指数, 就跟臭调的牛奶是同等值的学校方面, 什么也没有跟我说, 但然了海格悲惨地说, 他们认为我闯的祸太大了, 所以等一下会来大走格莱芬马, 把他们仿生或是杀掉, 我只是想好好地上我的第一堂课, 一切都是我的过错, 那全是麻烦的过错, 海格, 妙利认真地说, 我们是证人, 哈利说, 你说过如果我们对他们傲慢无礼, 格莱芬马就会发动攻击, 他不听的话就是麻烦的问题, 我们会把真相告诉邓布利多, 是的, 不用烦恼, 海格, 我们会支持你的荣恩说, 泪水从海格甲虫般黑色眼睛的皱褶边滴落, 他抓住哈利和荣恩两个人, 并且把他们进入怀里紧紧拥抱, 我认为你已经有喝够了, 海格妙利固执地说, 他把桌子上的大啤酒杯拿出去倒空的, 对, 也许他是正确的海格说, 他放开哈利和荣恩, 两个人都蹒跚地离开, 摩擦他们的肋骨, 海格用力地从椅子里把自己举起, 摇摇晃晃地跟住妙利到外面, 他们听到一大声的溅水声, 他做了什么, 当妙利带着空的大啤酒杯回来时, 哈利紧张地问, 把他的头浸在水桶里, 妙利说放下大啤酒杯后离开, 海格回来时浑身都湿透了, 他的长发和胡须都是哒哒的, 他是掉眼睛里的水, 乍样比较好, 他说他像狗一样地摇动他的头, 让他们都跟住石头了, 听, 你们来看我很好, 我真的, 海格忽然停止, 注视着哈利, 好像他才刚刚发现他在那里, 你们知道你们在干涉吗? 哦, 他吼突然地跳到半空中, 你们扑可以在黄昏以后到这附近, 哈利, 有你们两个都给我滚, 海格大跨步地走向哈利, 抓住着他的手臂, 把他拉到门前, 走开, 海格愤怒地说, 我邀你们全部回去学校, 而且别让我逮到, 你们在黄昏以后跑来看我, 我不值得, 这部纯粹是我个人认为非常好的作品, 所以我做了这部影片给大家, 主要目的是让盲人或市场人士, 能够观看电视和电影, 为残障人士提供包容性体验, 使他们能够获得与其他人相同的信息和娱乐, 赶紧你看完这部影片, 如果大家喜欢的话就支持这个系列吧, 你的流量是我的动力, 请大家记得like, share, subscribe, comment,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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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订阅